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在中医里它是认为 就是问而知之未知功 就是很细致的一个层面 就是医生做的很细致一个层面 那么呢在原先 我们在《黄金地经》上部曾经讲过 比如说中医问二变 实际上就是在问心肺的功能 然后呢问那个小变 实际上是在问肾的功能 或肺气的功能 也是跟那个小变的问题相关的 那么呢在具体的问诊方面呢 就是中医在这方面 其实是蛮细致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 已经学了经脉片的一些东西 就知道经脉的走向 那么在具体的很细致的问 比如说上楼的话 如果我们在上楼的过程中 小腿痛 腿肚子痛 那么应当是属于膀胱筋痛 因为膀胱筋是一直贯穿的是小腿的 这个是我们前几期的讲座已经讲过了 那么如果是下楼的话 大腿痛就应当是属于胃筋痛 因为胃筋正好走大腿的前缘 这样呢就是说在我们同样一个 就是问诊的层面 就像我们原先所说的 问头疼一定要问是两边疼 还是前后左右到底是怎么个疼 或者是还有中空痛 也就是肝血须所造成的疼痛 那么就是头痛它分了方方面面 包括就是腿疼 它也要问得很清楚 比如说你是不是大腿的哪个部位疼 你是里面外面还是前面还是后面 这都是中医问诊里边的很核心的内容 还有我们上回也已经讲过 就是比如说牙痛 牙痛呢不是说光一个止疼片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也要分清楚是上牙痛还是下牙痛的问题 像上牙痛就属于胃筋疼痛 所以呢比如说你扎在胃筋的足三里穴上 那么呢如果下牙痛的话就属于大肠筋痛 所以就可以针刺和骨穴 那么这都是问诊的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先前讲过咽喉的问题 那么咽喉痛因为它涉及到经脉特别多 那么咽喉疼痛的时候呢 也要问清楚它到底是哪的问题 比如说同样是咽喉它肯定是带有两部分 那么哪是咽呢 咽是我们喉咙的两边 就是两边为咽 是里侧不是说外侧 那么是里头咽喉的里头 那么中间的地方 喉你看咽 你当你发咽的这个声音时候 实际上用的是两边的劲 那么如果发喉这个音的时候 你用的是中间喉 你用的是中间的这个力气 所以呢实际上一个咽喉的问题 它就分咽和喉的问题 那么呢我们曾经说过 凡是病已经到了咽喉的话 那么就要很小心 因为它很快就会上脑 所以呢咽喉的病呢 反应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上脚的病症 如果到了咽喉的话 就应该提醒我们小心 那么人体下部的病呢 要主要看腰 上面呢是前面看咽喉 后面看什么呢 看颈椎 这个这都是很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前面看咽喉 后面看颈椎 那么同样是咽喉的问题呢 那怎么去判断 它是哪条经脉的病症呢 比如说猴臂 就是中间那个猴出现了 就是疼痛啊 或肝痛的时候 那个就是哪的问题呢 是大肠经的问题 因为大肠经是属于 大肠经属于阳明灶火圣 这样呢 如果它为什么会出现肝疼呢 阳明灶火它就能够把筋 把那个叶全都筋出去 所以呢这样就会造成猴的那种 肝痛的像 那么假如是 静肿猴臂呢 就是脖子都粗了的那种猴病 是属于什么呢 是胃经的病 因为胃经是寻喉咙走一圈的 胃经啊 沿着喉咙啊 它是走一圈 所以你如果脖子都粗了的话 就是都肿大的话 然后包括中间肝疼的话 就是胃经的问题 因为胃经也是属于阳明灶火 它如果出现阳明灶火圣的话 也是会经过度反叶 过度的筋出去 也会形成这种肿痛的现象 如果是两边痛 两边痛的话 就是两边夹烟的夹烟的这个地方 要是痛的话呢 就属于是脾经 脾经的问题 那么和心经的问题 心经也是夹烟 意干 是意是哪部分呢 意 所谓的一个口字 一个意念的意 这个意的部分是猴结以上 这个在男人身上就显现的比较清楚 就是猴结以上的问题 因为心呢 心火就更加的上沿 造成上半部的疼痛 那么呢 像这儿呢 因为心与小肠相表里 所以上面的意痛 再加上这两块肥大 就是小肠病 这些呢 都是分得很细致的 如果是整个的那个咽喉 就咽啊 里边肿 然后包括上面意 肝痛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肾经的病 也是寻喉咙 那么还最后还有两个 一个是意种喉臂 也是三胶的一个毛病 就是三胶经也是走这儿 也是走意部和喉 中央的喉 就是这也是三胶的相 最后一个呢 就是肝经 肝经就是意干 肝经症里边也提到过意的问题 就是意会干 这个很干啊 那么这个部分呢 肝经这部分呢 跟前面这些意义 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肝经的喉部的症状 基本上偏喉咙的后部 就是往深处走 后部 那么肝经是从那儿上来的 所以呢 同样就是一个咽喉药道啊 咱们看一共涉及了多少个经脉 一共涉及到八条经脉 那么这就是中医辩证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就是说你无论问诊 你一定要问清楚 不是说 哎呀大夫我嗓子疼 嗓子疼 就完了的一件事 一定要问他到底是哪个部位 是两边的疼痛 还是中间的那种疼痛 这都要问得很清楚才可以 这就是中医问诊的里边的一个 很宽泛的一个方面 那么就是能够问出很多问题的 这个就叫做工匠 中医认为通过问能够了解更多患者的内在病情 这就是问而知之未知工 那么最后的切又能够对大夫 起到哪些帮助呢 中医他认为就是从望闻问切四个层面 当然第一个层面是最高的就是神 然后第二个层面是圣 第三个层面是公 公就是已经到了 公是什么一概念呢 就是在某一行当当中 他已经算是很拔尖的人物了 这就叫公 那么就是公巧嘛 最后一项就是巧 巧涉及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切而知之未知巧 这个呢指的是切脉的问题 这是中医特有的一种项 就是他非常的贴近什么 就是说他相信就是身体 比如说我们的手指 身体和生命的那种 对生命的那种感悟 像你这个手指一搭在脉搏上 然后你能够感悟到的东西 那个东西对你的生命的 就是那个认知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那么这个讲到这个切脉呢 我们现在去中医院看病 基本上看到医生都是切寸口脉 就是都是把的是这个地方的脉象 就是寸口的脉象 左右两边都把 那么在古代呢 实际上它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古代是三步九后脉 那么三步九后脉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边能看到你生命的 方方面面的东西 这个是中国古代是认为 三步脉是上边为人营脉 就是在静部的两边 这儿有脉洞 大家其实回去可以摸到它 就是在静部的两端是有脉洞的 那么这是人营脉 然后是寸口脉 然后是脚面 还有一个浮阳脉 浮阳脉针对的是人体的哪条经脉呢 就是胃经 因为中国古代对胃 它是非常关注的 就是后天脾胃 后天脾胃啊 它非常的关注 所以呢 它一定要把脚面的浮阳脉 它要看你的胃气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是 是古代的就叫三步 然后每一步呢 这是一步 这是一步 然后呢脚面是一步 这样三步脉 就分别再加上寸 关尺 这三个手指头 分别这个是把寸脉 关脉 齿脉 寸关齿 这样呢 是三三得九 一共是九步脉 其实呢 这个呢 在后来呢 现在我们基本上到医院去 就很少有人去把你这个 我们很少有看到医生没事 还摸摸你这儿 摸摸你脚面 这种已经没有了 基本上都遵循的是 点阙的寸口脉法 也就是把寸口 把寸口呢 这里边实际上也有九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寸关尺 我们当每当把脉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把 扶 扶曲是三步脉 中曲是三步脉 然后承曲还是三步脉 这样呢 一边就能够 拔出九个层面的东西 这是非常有趣的 就说的 而且呢 在把脉在中医里 是一个很高的 很要求悟性的 这样一门技巧 因为从这个里边 能看出你气血的 那个大小啊 多少 这样呢 才能决定你的 药量的问题 因为在中医的药量呢 在那个 道教里边 实际上就相当于 道教里边的火候 就是过去是 传方不传火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方子我可以给你 但是这个量 我不可以给你 因为量是针对 每个人的东西 你每个人 你的身体的气血水平 在哪里 我不能说 同一的量 然后给大家全用了 这是不可以的 一定是 过去 其实传方不传火 不是别的意思 是说 中医是非常强调 它是一门 很个性化的医学 它是针对个人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 不传这个火候 这个剂量 实际上就相当于 那个火候 火候要多大 就像我们煮药似的 这个药是 闻火还是无火 是用多大的量 多大的火 去煮这个药 也是同样的 这个 有相似的 那个内涵在里边 那么呢 这个以上 我们所讲的 就是 望文问切四诊 张仲锦 在自己的伤寒论序 就曾经批评过 那些不负责任的医生 他就说 看今治医 看现在的医生 不念思求精致 就是不好好去读古书 然后以推演其所致 以推演自己脑子里 已经有的东西 大多数医生 都是怎么样的 叫各成家计 只继承自己家里边的 祖传的那一点点东西 然后忠始顺旧 自始始终 按这种方法去治病 然后呢 醒病问机 物在口急 只在于夸夸其他 然后呢 最可恶的是什么呢 叫相对思虚 便处汤药 还没有了解对对方啊 比如说望问问切 这四项 你都没有一个 综合了以后 就已经开始下汤药了 他认为这是 医生很不负责任的地方 自古都有人 对医生都有一种 平定的标准 那么孙思淼 曾经写过一篇 非常有名的文章 叫《大一经城》 他在《大一经城》里 他就强调了 一个医家英具备的素质 是什么呢 一个是所谓大医 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第一要学术经 经是指的学术经 你要很透彻 对生命有一种透彻的那种能力 然后呢 成是指的慈悲心 就是你作为医生 你要有一种慈悲心 有一份对生命的尊重 这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实际上 我们先前已经说了 望闻问切 是对医家的要求 扁鹊 望其后之色的时候 它涉及到一个望诊的问题 就是说每隔五天 扁鹊去他那儿 就发现他会发生一个变化 这都是从望诊来解决问题的 然后呢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就是说的 为什么是每隔五天 每隔五天他去看 就去看奇环后 他会觉得 你会有一种变化 比如说第一次去看 你再凑理 第二次去看 你就到血脉了 隔了五天 你就到肠胃了 那么这个呢 是在中医里 是有另外一种解释的 就是原先 也是我们在黄金内经第一部 曾经讲过 叫五日未知后 三后未知气 就是五天 事物的变化 会发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 而这些微妙的变化呢 只有大一 只有像扁鹊这样的大一 才能够那个透彻的看到 要记住 就是这个关于时间的这个概念 中医学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但是它有一个很基本的 比如说五天为以后 然后呢 那个就是三个五天就为一个气 就是一个十五天就为一个节气 也就是一年下来 我们是二十四节气 这个呢 里边它也是说 这个气呢 和人体的气血 它也是有相互呼应的地方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在扁鹊望其后之色里边 除了讲了这个望闻问切的内含 望闻问切的有这个含义以外 它还讲了一部分 就是疾病的层面 就假如我们要生病了的话 疾病的层面是怎么样了呢 而且治疗的方法又是怎样了呢 通过望闻问切 大夫基本完成了诊断的过程 那么中医对生病 又是如何解释的 中医治疗有多种方法 这些方法又有着怎样的内涵 他就说 基本上来讲是这样 就是疾病在中医学的概念里 基本上是分为四个层面 哪四个层面呢 就是第一种 就是肌肤受邪 就是所谓的凑理 凑理那个受邪 也就是表层 就是均有机在凑理 这个是第一个层面 那么呢 既然疾病是分为四层 那么中医的治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也是分为四类 就是针对某一个层面 它会有一个特定的治疗方法 比如说肌肤受邪的话 凑理受邪的话 基本上采取的是什么呢 这个在扁鹊传里他已经用过 像热肤法 薰针法 还有刮痧呀 拔罐 我们现在众所周知的 什么推拿呀 足底按摩呀 这些 这些都可以解决 这个肌肤受邪的问题 就是假如病在最浅显的 那个层面 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治疗的 等到他过了五天 再去看齐桓猴的时候 扁鹊再去看齐桓猴的时候 就发现他已经到血脉了 到血脉以后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疾病的第二层 叫经络受邪 经络 血脉 经络这个层面 开始有病了 那么这个层面有病了的话 一般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 就是要用针刺疗法 要用针刺的方法 那么针刺的方法 它怎么才能管用 就是说的 为什么经络学说 是中医里最独特的学说呢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啊 就是全世界的一个 就是关于中医学的一个 一个就是认识的一个要点啊 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迷惑点 那么这个中医啊 就是他一向是很强调经络 经络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一种活体反应 就是说的 人活着 气血旺盛 就能够形成经络 那么这也是目前在解剖 尸解上 找不到经络的一个原因 它是一种生命现象 是一种活体现象 就你活着 你有气血的话 你这条经络就是通畅的 如果你气血衰败了 就像铁路一样 假如你这条铁路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郑州是一个大战 那么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然后由它分出去 很多的大的那个路线啊 经络的路线 那么呢 如果有一条线 我慢慢慢慢不用它了 它就荒废掉了 那么这条脉络 可能就会出问题 就不存在了 就不通了 如果没有这个气血 在这里作用的话 这个经络现象是不存在的 那么中医里就非常强调 就说的 什么呢 就是说经络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认为是可以断绝生死 从经络可以明白生死 因为经络是连坠着五脏六腑的 就是它都通五脏 既通五脏又通六腑 所以你哪个脏器出现了衰败 经络是有显现的 所以它说你可以判断生死 然后也可以除百病 就是判断百病 所有的病它都可以判断 然后也可以知道虚实 所以经络有一句很重要的 很核心的一句话 叫做不可不通 所以我们目前现在治病 也因寻的是这条原则 就是治病的一个首要原则 就是通经脉 一定要保持经脉的通畅 你就想想 这个道路是通的 那么气血它就会自然 就是人体是最精密的自组织结构 它自然知道 比如哪的气血虚了 它有余力的话 它自然会去往那补 或者是往那运行的 如果它没有做到这一点 就是它现在气血不够 那么人体它还有一个最经济原则 它一定要先保住命 就说如果得了这个病 我现在解决不了 那么我第一条我要先活着 我要先保这个命 然后等气血慢慢培补足了以后 然后我再去解决疾病的问题 这就是人体的一个经济原则 所以我们说到人体的时候 经常会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说的 你比如说你人生啊 在人生当中 你做事是可以努力的 但是对于人体 这个观念要稍微有所变化 就是说你的身体 如果满足不了你的需求的话 你就不要过分地拉动它 不要过分地去努力 为什么说身体比大脑更聪明 背后又蕴含着 怎样的中医学说与原理 中医的治疗方法 又有着怎样的内涵 身体比大脑更聪明 它知道该 它已经撑不住了 你的大脑一直还想继续撑 但是身体已经不能撑了 所以这反过来讲 就是说什么 我们人体在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你该努力的时候 做事你要努力 可是身体不能勉强 你老勉强 你老强吊着元气在上面 你老这么拉动的元气 不就相当于泡沫 经济吗 等这泡沫一落下去 人不就剩一个虚症 就会很虚弱很虚弱的 所以同样就是身体也是有经济学的 也是有非常的 有它的最简单的那种 最经济的那种结构在里边的 所以这就是到了经络有病的时候 中医基本上采取的方法就是 针刺疗法 就是用针刺 那么针刺疗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 就是说假如我这条经脉气血虚了 我就比如说我扎在这条经脉上 实际上是我掉别的气血过来 因为人体是这样 人体是有排异反应的 假如我这个针扎到这个穴位上以后 它就会 就说人体就气血就会出来 就气血就会到走到这条经脉 然后努力的把这个针往外顶 人就是这样 就好像我们身体要有瘀青的话 你就是不涂药 它也慢慢会好 谁让这块瘀青化掉的呢 是元气 是精气血 都过来破这个瘀 所以呢 这种情形下呢 就是把这个 就是我们等于是 把别的精气调过来 然后把这条精气 先暂时的 最需要的这条精气 给它暂时的给补足 所以呢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虚症要扎针的话 就要很小心 假如你别的经脉 精气也不太足的话 这个时候你掉来掉去的话 对身体就会有影响 这同样也在 按摩里边 也存在这个现象 如果特别虚的人 也一般不建议它按摩 因为它按摩的话 其实也是掉元气 到基辅这个层面 到凑里这个层面 那么它里边已经很空了 你还拼命地 在它的表层 还拼命地掉它的气的话 那当时会觉得很轻松 为什么轻松 因为你气血过来了 你这本来疼 你气血过来了 这儿 那个能得到 就是当时能得到缓解 但是过后 你里边实际上是虚的 这样的身体 这个疼痛还会继续加重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就是经络的方法 通过针刺的方法 是可以治的 那么第三个层面 就是脏腑出现病变 一般脏腑出现病变 就基本上要用药了 就像《扁确传》里所说的 菌病在肠胃间 久劳之所及也 就一定要用久劳 这些药类的东西 来治这些毛病了 那么用药呢 基本上中医用药 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 中国关于方济学方面的 最就是最经典的一本著作 也就是《伤寒论》和 那个金贵药略这种 所以呢 在中医来讲 他就说所谓的 就像我们原先说的 开方子是什么呢 为中医为什么不叫开药 而是叫开方子 开方子方乃正也 就是说的是 开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就是说你一定要开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到底要干什么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它非常强调就用药如用兵 我到底要打哪 这是很重要的 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要结合几支部队去打它 并不是人多就可以打败敌人的 而最关键的是要靠排兵布阵 所以中药在很大情况下 他所强调的是排兵布阵的问题 就是我要怎么能够君臣左使 有这么几支部队 然后我到底要解决哪个层面的疾病 这个是原先我们在讲到 桂枝汤的时候 在那个黄金内经第一部 已经涉及了一部分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呢 第四点呢 就是君有机在什么呢 就是最严重的骨髓方面 实际上骨髓 病入骨髓和病入膏肓 是一个概念 就是当你的身体特别特别弱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膏肓之机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下 扁确说了一句话 说虽私命无奈之何 就是说哪怕私命之神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呢 这个呢 是在中医里呢 还有一种方法 也就是纠法的问题 就是大家可能在有些地方 像那个到了一定的季节 大家会去采那个爱好 就是爱草 用那个爱草 然后用那个爱荣 然后在身体的某一个 比如说实施纠法 纠法实际上就是用火法 用火的方法 所以纠字下面是从火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治疗方法 叫真食汤火 这个火就指的是纠法 就是刚开始是鞭食 在身体的拍打按摩这种 就鞭食法 然后真法 然后是汤剂 汤嘛 是抵荡之意 汤是抵荡 就同样是用药 它里边会强调 用汤 用丸 用散 比如说现在我们吃的那个丸药 丸就是缓食剂 就是比较 就是你病不太严重的话 可以用这个丸药 然后呢 还有散 散是用散法 然后还有这个汤剂 汤是抵荡 震荡 所以汤剂是往往影响是很快的 然后呢 最后一项就是用火法 就是火灸法 那么这种呢 是现在就是逐渐在进行研究的 其实这个是自古有之 古代是拿灸法当作养生药法来进行的 就是每年都要在身体的某些穴位 去中灸啊 就是多少状 然后最后呢 达到养生的目的 那么这个就是中医里所谓的四诊 以及疾病分为四层 然后治法也分为四类的这方面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明家论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已经了解了中医的帮忙问切 在下一讲中 徐利敏教授将为大家讲解 中医对患者有哪些要求 敬请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